冷王独宠依妃 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十五集 信你 宁可伤自己 是内伤 苍莫早已扶住了她 微微一声苦笑 大小姐 属下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残云冷月绝一旦出手 不见血绝不空回 要么是敌人的血 要么是自己的血 楚寒正越发疑惑 自己的血 是 苍莫点头 残云冷月绝必须全力示威 若是半途收回 内力反挫之下 必定震伤自己 见血方休 楚寒正万分哑然 更加过意不去 这 宁王恕罪 我伪实不值 只是既然如此 你为何如此相信 我能替你洗刷冤屈 万一做不到 岂不是白白受伤 已经喘过一口气 蓝叶云目光清凉 我已说过 你冰雪聪明 绝对不是喜欢自掌麻烦的猪 何况若是没有几分真本事 没人敢在我面前指舍花脚 所以这个血 值得一毛 过奖了 楚寒正苦笑 宁王也不能对太子做什么 顶多将他吓退而已 蓝叶云不置可否 只是手舞胸口轻轻咳嗽了几声 楚寒正也是个会看眉高眼低的 立刻屈膝告辞 宁王有伤在身 还是休养为药 告辞 一袭白衣已在府门口消失很久 蓝叶云依然静力不动 一双眼眸宛如千年古坛 深邃不见底 王爷 走远了 苍莫上前两步贼兮兮地笑着 那么舍不得 方才怎么不挽留啊 留得住的 无需挽留 留不住的 挽留何用 蓝叶云雨声虽冷 眸中却分明有一丝淡淡的迷离 苍莫眨了眨眼 分明听出了一丝异样 却并不揭穿 转而连声赞叹 话说回来 大小姐是真的了不起啊 至少我就做不到 将一堆人骨哗啦哗啦 摆成两个完整的人形 简直是 我说得不对吗 对 蓝叶云收回目光 迈步就走 至少 我也做不到 苍莫笑笑 诚心建议 所以说 大小姐为你 也算是豁出去了 你却只有一句空话 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 至少得拿出点 实际行动来 蓝叶云脚步一顿 有道理 三个字出口 他正好停在一名侍卫面前 突然淡淡地挑了挑唇 此番立功不成 是不是觉得很可惜 十一号 十一号明显地吃了一惊 本能地想要摇头 然而紧跟着 他便看到了蓝叶云 那双冷如冰 寒如铁 深邃如苍穹的眼眸 所以他知道 否认 根本是徒劳 叹口气 他一声苦笑 原来王爷早就认出了我 既如此 为何一直不曾揭穿 他自然就是 向高元昊传递密信的死士 一直潜伏在宁王府 日前因为一次意外 偶然发现了夹缝中的人骨 便速速禀告了高元昊 以为这是一个 扳倒宁王的大好机会 高元昊暗中部署 假装上门有事相伤 再让侍卫 故意制造事端 造成一副 不小心毁坏隐蔽墙 意外发现 宁王杀人藏尸的假象 原本一切都设计得 十分完美 却想不到 轻刻间 毁在了楚寒征手中 冷冷一笑 蓝叶云缓步而去 能让你知道的 都不是秘密 真正的秘密 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既如此 我为何要揭穿 见他居然就这么走了 十一号忍不住大叫 既然知道我的身份 你 去吧 不值得我动手的人 我向来不杀 蓝叶云与生渐远 却不见逼人的傲气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 想对付我 你这种级别还远远不够 十一号沉默片刻 突然转身 如飞而去 你以为这句话 我不曾说过吗 只是太子殿下 不肯听从罢了 夜 月花如水 沐浴完毕 换好睡衣 楚寒征刚要上床歇息 鼻端却突然传来 一股熟悉的清冷 不由得略感意外 宁王 嗯 雪白的人影从天而降 蓝叶云已经出现 幸好面纱还戴着 取过外衣披在身上 楚寒征倒杯凉茶递过去 宁王银夜来访 有何吩咐 蓝叶云取出一个精致的荷包 放在他的面前 这个给你 楚寒征狐疑地打开 什么 啊 好漂亮啊 荷包内是一枚雪白的玉剑 但就这材质本身而言 已是稀释真品 千金难求 何况玉剑上 还刻着繁复精美的花纹 正中镶嵌着 一颗硕大的夜明珠 更是无价之宝 得到他的认可 蓝叶云谋中 微有暖意 喜欢就好 收着吧 这玉剑是我贴身之物 见他如见我 不管你有任何需要 凡宁王府所属 莫敢不从 我不能要 威力如此巨大 楚寒征自始有些吃惊 立刻将玉剑推回 无功不收录 你有功 蓝叶云目光一冷 何况我送出去的东西 从来不会收回 楚寒征摇头 宁王何必如此 我那只是举手之狼 你那是会者不难 不是每个人都有 拼骨成人的本事 见他一再推脱 蓝叶云眸子更寒 何况我这样做 不只是为你 也为了我自己 楚寒征倒是有些不解 哦 你一毒双绝 胆识过人 又身负配置 冰魂血破解药的众人 就算是为了我自己这条命 你也不能有丝毫差错 蓝叶云淡淡地说着 这是眼底深处 究竟有没有其他的意思 便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人这一辈子 谁也不敢说 永远求不到别人 留在身边 至少可被不识之虚 这是实话 解药的配置 只怕困难重重 若果真到了 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枚玉剑 很可能就是 绝境求生的唯一法宝 牟子刹那间清明 楚寒针微笑点头 既如此 我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嗯 蓝叶云满意地点头 记住 不必太高风亮节 即便是为了你自己 宁王府的大门 也永远为你敞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